白衣男子在车厢内不断把玩手中物品 但周遭乘客简直吓坏 因为男子手上拿的尽是弹匣 事发就在台北捷运文湖县列车上 当时男子准备去射击俱乐部打靶 却边搭车边频频摆弄弹匣 下车后到搭乘手扶梯 也一路调整腰间上的弹匣带 遭目击乘客发现赶紧通报警方 警方收查扣一把仿克拉克空气动力手枪 虽然枪支经过送宴不具杀伤力 但男子搭车携带类似真枪的玩具枪也引起民众恐慌 人被以违反社委法送办 不正当理由携带类似真枪之玩具枪 而有危害安全之余移送法办 捷运乘客人来人往 只要有搜动就可能引发其他乘客紧张 今年四月也有一名厨师搭车大喇喇的 带着工作用的认识主厨刀 当时乘客见状纷纷吓坏赶紧闪避 虽然厨师没有翻译图 但人被送办就被裁罚一千元 警方还是呼吁民众搭车可别携带刀具或玩具枪支 否则不只会增加不必要的金兆 恐怕也会挨罚 借业为您张贝兹参访到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